美鳳有約 大家午安 大家好 感謝你收看美鳳有約 祝大家中午用餐愉快 我們都知道生活當中 其實如果去外面郊遊 去山裡頭走一走 有的時候你要去 那個瀑布有沒有 它有一些分多筋 然後它有一些 譬如說樹木 在那個地方 我們吸收到的空氣 是很不一樣的 有時候 很多人要泡茶的時候 用酒頭賣飯食 水下來的水 經過那個特別好喝 特別營養 所以這個東西 它就可以研發出 不同的材料 食材來 它這個食材 然後做成不一樣的成品 例如我在做料理的時候 我有賣飯食這個東西 來做一個鍋具 或是說 因為這樣它有一些紅外線 什麼紅外線什麼 我覺得這都是我要學習的 很多的東西會讓我們的料理 更好吃 所以今天節目當中 我們要告訴大家 用原來的賣飯食石頭什麼 那都是學問的 但是它可以讓你在做料理 或是你的廚房 加上一些設計 就覺得很有感覺 很不一樣 好 什麼人要來跟我們分享 這位最近還回到八點鐘 因為前一陣她比較忙 最近又開始在忙 最近忙 所以百里人先休息 現在又回來 也就是我們 大家都很喜歡的高欣欣 另外一位 只要鍋具了 它都有不同的設計 日式設計 手把什麼都超好用 它真的是鍋具達人 也就是我們的明達 好 我們歡迎二位 嗨 我是最會過生活的美魔女 高欣欣 我是國民女婿 寧達 今天我們要與美鳳約什麼呢 滿滿星空的浪漫料理 全家一起幸福暖心 歡迎二位 大家好 欣欣 最近都有泡溫前 對 拔點檔 好難得 剛才在這裡告訴妳 我說我以為泡溫泉 只有年輕人的福利 沒有想到 我這個演媽媽演阿嬤的人 還有這個福利可以泡溫泉 妳講這樣 女人每一個階段都可以 不一樣的美 是 妳現在對很多 泡茶其實很多媽媽都很愛 泡溫泉的 不是很寫實 好的 今天來就不是阿嬤媽媽了 你看 這麼漂亮 所以你看今天還特別要打扮一下 我要讓大家看到 因為你知道 每一次走在路上 人家說 妳看起來本人比較年輕 為什麼妳電視上看起來比較老 不然就說 妳看起來很散 對 電視上看起來比較胖 大部分都說電視比較大塊 本人比較散 對 所以在這邊我就利用節目 我一定要打扮一下說 不一樣 私底下不一樣的 好 今天要做什麼料理 我今天找來 浪漫料理 一個是 再來一個是 櫛瓜兩條 蒜頭三拌 小辣椒一根 我跟妳講 聽起來都不算浪漫 怎麼會不浪漫 其實 其實什麼鍋它 妳就不浪漫了 鍋子比妳講的菜要浪漫 美鳳姐 妳看一下這邊 好 可以靠近一點看一下 沒關係 當我們有時候晚上 妳燈光暗一點的時候 妳看著裡面 或者妳拍照照 它會營光嗎 妳會以為 人家那樣會以為說 妳是在看 所以妳要炒菜之前把它看一下 好浪漫 我就來做料理 真的 不浪漫 浪漫料理 我覺得還是 實際上 材質聽說是很不錯的材質 對 它有材質 這個比較實際 因為其實我們在用鍋具的時候 我就一邊做一邊講好了 這個還滿特別的 木紋很有質感 木紋現在很多的家庭裡頭 會有用到木紋的東西 因為木紋它是日式風 日式風 比較日式風 因為其實像我這個鍋具 我用這一組 它是日本的 日本很知名的 知名 它是特別採用 我們現在最新的這種 賣飯食的技術 現在就是要來切食材 對 我現在先備料 我先把一些素的食材先切一切 好的 欣欣就是叫它備菜 做它弄什麼 它都願意 它只覺得說 在調味的時候怎麼做它 這個對妳講比較難 對 對 那妳跟國超兩個可以互補 因為我們家有一個大主廚 對 所以基本上我都是負責吃 不過我跟你說 我現在多減嗎 我多減也是 會喜歡摸刀摸刺 對 我就是當它的助手就怎樣 譬如說它這個鍋完了有沒有 我就在那邊看 旁邊在那邊洗 對 因為之前我們就已經講好了 其實它可以做飯 但它不喜歡洗 我說沒關係 洗我來 因為我跟你講我還嫌它洗得不夠乾淨 因為你知道嗎 與其要再重洗一次 那倒不如我來 我來比較快 做一次就好 對 做一次就好 我真的很欣賞那種 會把廚房洗得很乾淨的人 煮菜其實我覺得算輕鬆 麻煩的就是那些洗碗的工具 對 配合 因為洗碗 就像剛剛講到 那個也不能殘留洗碗精 是 洗碗也一樣 因為那個要煮這個 對 對 所以就不要用很多清潔劑 對 所以會覺得洗得不乾淨 好像又油油 所以我就不知道 為什麼還有很多人去買 每次油都要用很多 油漏下去 譬如說比較傳統的鍋 對 那裡就要用很多油 又不好洗 對 現在其實像我們在用鍋 我們都會注重就是 好洗是擺第一 當然在料理 好清洗 料理也是要有這個 不沾不黏的效果 比較方便 對 比較方便 欣欣就是 回去演八點檔 其實一路過來 我們常會有時候 跟一些新人在一起 是 那新人的話 欣欣都很會照顧後背 那你就跟她分享 怎麼演 有些什麼 她會請教你 其實也不是說很照顧 鳳姐妳都忘記了 歡迎連熊姐拍藝南望的時候 鳳姐也是很照顧我 突然傳來 突然傳來一封簡訊 妳知道嗎 我沒有參加那部戲 對 但我有關注 因為那個戲 其實應該怎麼講呢 就是 我每次都是演年紀很大 我鼓勵她 我都不知道該怎麼演了 可是我鼓勵她 然後她那一場 我記得門關起來 妳很難過 我說妳很棒 我就 真的很棒 妳就是要告訴對方 我覺得妳很棒 我也不用去奉承或幹嘛 我只覺得說 妳很棒 其實妳很好 妳可以的 就這樣了 所以因為妳的那一封簡訊 其實影響了我 真的嗎 我告訴妳我就變得很假薄 真的 其實說真的 也不是說照顧後背 事實上說真的 我也常跟後背的人講 就是 你們的角色我們演不來 對不對 我們就站在 我們應該演的角色裡頭 如果妳有什麼不對 或者是說妳的態勢有什麼不OK的 我就會當場講 因為我覺得 我們是有責任的 就是我們一定要帶下面的人 對 這個時候備料都 該切了 都可以 那我稍微解釋一下 這是什麼 因為我們有一道料理叫 鍋他豆腐 鍋他豆腐它是一種料理的方式 鍋他 你現在這是 這是米粉 米粉 拌一點水 對 拌一拌以後我再拌一拌 對 因為像這個的話 其實是山東菜 山東菜 我再加一拌 對 再加一拌 所以煎過後 豆腐待會兒再燜一下 對 再餵一下這樣子 讓它燒 我可以用油嗎 可以 就稍微一些些就好 因為它很不沾 所以說我們就 剛剛好就好 好 我們這個 好了 好 再來的這個動作 我們就要 豆腐要放下去嗎 我們要先拿豆腐去沾這個麵糊 這個要記得一點就是說 我們豆腐就是吸 像剛剛的時候 我有先吸過水 對 如果太軟 這個我們會 鼻鼻鼻鼻鼻鼻 對 接下來 我們的麵糊它會拔不上去 好 我這個豆腐 就一塊一塊地把它放下去了 好 現在油也差不多有燙了 我們就熱鍋 熱油 然後將這個豆腐 一塊一塊地把它放下去 這個我們在煎的時候 就是大概 把它煎到那種金黃酥脆 表面有上色的感覺 因為在外面有米粉 所以我們可以很清楚地去看到 它的顏色變化 對 而且像這支鍋子 麥飯石鍋在煎這道理 我不知道是 這鍋子 因為它這個麥飯石它有微量元素 對 我剛剛有講到那個麥飯石 很多人水下去 對 我第一次聽麥飯石的時候 那是我很小的時候 聽這個銀水機 銀水機它裡面那個不是都有 好幾道過濾嗎 是 就有一個叫做麥飯石的過濾層 所以它是整個麥飯石 用作像鍋具還加什麼 對 其實它這個 我了解它的製作方式 因為鍋具本身 它都要有這個導熱的合金本體 有這個合金本體了以後 它會再用什麼 再用這個 所謂的不沾技術 它這個不沾技術就是 它開採來這個麥飯石有沒有 把它放 微顆粒化 微顆粒化之後 它的密度會變得很高 然後再把它壓在鍋子上面 那白白 白白那個就是 白白的 這個就是它還有不同的礦石成分 對 因為酒桌有很多 就馬上去 以前我們也聽過 有化鋼鹽 有代理鳥 各種石頭 一起這樣 對 因為以前都是 最怕的就是怕什麼 鐵鋪龍 鐵鋪龍 鐵鋪龍的就是 光有夠不黏的 但是怕有動 對 吐到它就 它就落差 那切吃下去就不好 對 所以科技越來越進步 所以連這個石頭的也都有了 那石頭我們其實以前很難想像 以前的人是拿酒頭 用火烘 燙 燙 在上面煮東西 對 有些辦法這樣做代表 酒頭 天然的不動 所以煮東西會變好吃 現在你不可能說 再加一塊酒頭在我們的廚房 這個說 現在厲害的就是 將酒頭跟鍋子合作火 對 了解 我們來看看說這樣可以嗎 好 好 這個蛋裡面要怎麼翻 一塊一塊翻 這也可以一塊一塊翻 那不是說裡面的油比較少 我就整個 這樣 沒有 沒有 這是 試試看 像這樣輕輕的 來 等一下 漂亮 來 就像這樣把它拿出來 好漂亮 好漂亮 這整片都是這樣焦黃酥脆 因為現在這邊在煎的同時 我旁邊也開始準備先熱個鍋好 好的 要加什麼嗎 就少少的油 好 也是要一點油 對 少少的油 一點點 對 一點點就可以了 一點點 對 鍋中加入油之後 就可以把蒜頭 豬蔥 辣椒食材 加入邊香 接著放入香菇 稍微拌炒 就可以把剛才煎好的豆腐 放進去一起煮了 我們那邊的水餌配料都放進去 對 我現在這時候 我就是有聽到裡面在啪啪啪 有 我已經聞到香味了 其實像這個我方式 它這種方式 一般的鍋還做不太出來 因為像有的鍋子很薄的 鍋子如果太薄 它就沒辦法蓄熱 沒有這個蓄熱的效果 這樣才不會燙 對 因為這個主要做木紋以外 它還有做防燙 還有做到防燙的效果 所以說像我們這時候 蓋上蓋子 很Q 小火把它慢慢稍微 餵一下就可以了 好的 這個鍋子怎麼洗 不沾鍋 要記得就是說 因為我們家裡可能說 大家都有了 可是不沾鍋 我們也要記住幾個 NG的清洗方式 請說 不沾鍋 既然不沾它 所以它就不黏好清洗 對 所以說我們不要拿 都不用 像我剛剛因為有油 我就拿一條乾淨的抹布 所以擦一下 對 稍微擦一下 這整個鍋子 其實讓它乾淨 這樣就乾淨了 是 有了好工具 我們料理才會變得輕鬆融 對 如果你挑錯了工具 每天一個廚房裡面就是 你壞名 我壞名 真的 用得起身滷名 對 我也會 記得你 稍微擦一下 擦一下之後 再用熱水湯一下 好 好 我這個第二道料理 我做松阪豬 但我這道料理做好的時候 我豆腐也好了 好 這個麥飯石鍋 我是覺得說 它跟一般的不沾鍋 比較不一樣是 它導熱速度很快 很快 不知道是因為酒頭的關係 酒頭它一來密度高 所以傳遞的熱能非常地快 是 二來就是說它在煮任何東西 特別是煮水的時候 因為麥飯石 我們知道剛剛有講 它被拿去做這個 飲水劑那種淨水材質 那煮湯 煮湯的時候 煮湯的時候 煮湯會變得比較甘甜 甘甜 就好像那種改變水質的效果一樣 所以說變得比較甘甜 對 像炒菜 尤其像這種肉類的東西 對 它本身還會釋放所謂的 遠紅外線 遠紅外線就是 因為它都穿透 由外道內 這時候我們把它 加一點點的鹽巴 鹽巴 來 加一點點的鹽巴 對 好 這時候 我們再把 其實要把它撈起來也可以 但是因為 這32公分比較大 所以我這就把它先剝一邊 下去先爆香蒜頭 這個一樣不太吃辣 我就不要切開了 這個辣椒 先把它稍微炒香一下 好 鍋子大就是像這樣方便 尤其它的大 不會說那種 不會說那種角度很特別 對 它是很順的這種弧度 所以說我們在炒菜或是炒飯 在翻的時候 它比較不會這樣跳出來 好 櫃瓜下去了以後 把它這樣先炒一下 其實像剛剛老師在講 我就真的有一個感覺 因為我是真的不會 然後到開始亂做 我真的覺得有一個好的鍋具 真的會讓我們示範功倍 然後呈現出來的 你也覺得不安逸 對方也覺得不安逸 然後有了滿意的心情以後 對不起 我們下次再來試一次 我就會很想進廚房 對 好 剛才放一些酒 放一些米酒 好 再把它拌均勻 櫃瓜是個好東西 一堂魚食 對 它現在很流行的 低醣魚食 對 櫃瓜 好特別 我們這個豆腐也差不多好了 好特別 來 給大家看一下 好 好 這個就直接 待會兒就直接端上桌了 待會兒就可以了 因為這好漂亮 好 這個就交給你了 好 來 我來 我們就準備上菜了 來 好 這個自己來 來 幫妳補 然後拿起來 好 妳的筷子可以 可以 櫃瓜 櫃瓜好嗎 是的 多吃櫃瓜真的不錯 對 大蒜吃得也很好 對 對 好 櫃瓜這樣不會很熟 脆脆的 對 好吃 簡單再調味就好了 好棒 還有豆腐 可以來吃豆腐 豆腐醬好美 對 它就是 很焦 碗本都是焦焦的 我們下去燙 下去煙的時候 它變成比較軟嫩 比較軟爛 軟嫩 對 我要吃吃看 不一樣的這種料理方式 Q 看 這樣整塊一夾起來 還很好吃 好吃 這個只能說 供鍋具的功勞 我們只要會粗淺的 會翻 會炒 會調味 然後你再配上一個好工具 那就可以在廚房 就變得得心應手 非常適合我 我覺得 讓我增加好多的信心 而且像在使用上面就是 以前其實 你如果說像我媽媽 阿嬤 他們都是很粗魯 很粗魯用的時候 我都會想 不知道 我買這個賣飯食鍋 回去 讓他不知道會不會 要我看他們說不會 怎麼說呢 我來做一個示範給大家看 就是 有時候我們可能在家裡 我們會做一些 比方說炒蛤蜊 炒蛤蜊 炒蛤蜊 炒蜊 對 炒蜊蜊 現在我就用這個 這也硬硬硬 酒頭 有 這酒頭直接倒在裡面 所以其實最主要這個動作 是測試說 以前的不沾鍋 是用鐵芙蓉噴漆 所以以前的小孩是說 你煮到這個硬硬的東西 先它會掉 再吃上這個是石頭 在裡面刮 在裡面翻炒了 然後我們把它倒出來 像這樣子 好 倒出來了以後 來看一下這個鍋子裡面 有沒有 還是一樣 沒有痕跡 很漂亮 沒有痕跡對不對 刮傷的痕跡 對 這個時候很多媽媽會想說 我就這樣炒開 不知道鍋子會破掉 所以說我馬上接著的動作 這都是我在家裡 這樣測試出來以後發現說 原來可以這樣這麼厲害 是 這個蛋下去 沒有放油對不對 對 沒有放油 像這樣把它繞開 就像這樣轉一圈 我們就等這個蛋熟 其實這個賣飯時的 好處是真的很多 除了說我們知道它的天然 它的無毒健康 可以改變水質以外 它如果說這樣跟鍋子結合了以後 它就變成說硬度提升 變成說比較 而且還可以承受的 我們講的這種高溫 因為它是天然的焦頭 像這個蛋 我們像這個蛋熟成了以後 像這樣 我就這樣子把它夾過來 你看 把它拌面 有沒有 這個就是很簡單 在裡面 完完全全 不會沾黏 做這個蛋就很簡單 當然 你會說這蛋好像很簡單 其實在廚法 除了說蛋會黏以外 還有一種東西也特別黏 就是太北粉 或是米粉 那盤子剛才有鍋子就黏住 我現在做的這個是麻糬 還有一種 糖也很容易 對 因為糖都會拔鍋 地瓜或什麼 對 那個意思 我像這個是做麻糬 用煮米粉 糯米粉 再加上這個水下去澆 因為它這個粉類的 澱粉類的東西 通常只要碰到水融合了以後 遇到你的鍋子 都會黏在上面 你只要加熱它就會黏在上面 可是你像我這個在裡面稍微 你現在是用鐵的筷子 對 我現在 可是我沒有去搓它 對 我現在 這樣子可以嗎 對 這樣子還沒有關係 我們要避免一個情況就是 我們有的前世是不是 前面沾沾沾沾 對 有的人飯粒菜西餐 像我媽媽就是 飯粒菜西餐在上面 圍裡面一直卡 鍋子以前都卡到一扣一扣 所以要我告訴你 鍋子 你盡量不要用鐵電鍋 對 不要在沾 對 你看像這個麻糬 有沒有 這是麻糬 剛剛 一盞 有沒有 在上面這樣子 可以跳來跳去 你會說這是真的 這裡沒黏嗎 我來把它換一個地方 像這樣子 好 移上去 把它丟上去以後 你也發現它真的黏住了 它整個就這樣子黏在上面了 有沒有看到 這個蛋都還滑下來 這個麻糬就黏住了 所以說 這個鍋子它的不沾效果 讓我在家裡煎魚皮 煎蛋 煎豆腐 都不用放油 沒關係 它就是這樣不黏 如果是那個 不是很適合的 不是很適合的 其實像現在很流行這種 平面式的爐具 對啊 像這種平面式的爐具就是 有 黑金爐 電桃爐 光波爐 太陽爐 都可以 對 所以說像我們現在自己在家裡 如果說你家裡 有時候要圍爐 像這樣直接端上之後 我如果煮一個小火鍋 我用一個黑金爐在上面 它也可以使用 那多功能 會有一個新的突破 是 所以今天謝謝明達來跟我們分享 很好用的鍋具 然後對欣欣來講 太好了 因為我們的料理 沒說很誇張 突破 它幫我加分 就很重要 所以我剛剛看老師在做那個蛋 我說我終於知道 為什麼我那個荷包蛋 永遠就是不成功 那現在很容易就成功了 就是因為鍋子的問題 所以不成功 所以那個時候 心情就不美麗 現在可以很美麗的 真的可以很美麗 而且還說 妳來 我請客人 很喜歡 好 學會了 對不對 謝謝 謝謝欣欣還有明達 謝謝美鳳姐 謝謝老師 因為有時候煎蛋整面的感覺 妳看不漂亮 酷 而且我又喜歡吃那個中間不熟的 糖心蛋